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中国即将揭幕的J35A隐形战斗机 这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诞生 更是一场军事力量的对峙 J35A的亮相 无疑是在向美国的空中力量发起挑战 标志着中国在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架战斗机的设计不仅专注于空中作战 还具备空对地攻击的能力 让中国在隐形战斗机的领域中再次引起全球关注 中国军事专家预测 J35的应用可能不仅限于空中 未来甚至可能成为舰载机 进一步强化中国的海空实力 不过J35A的具体投入使用时间仍然未明 而其与美国F-22和F-35的比较 也因缺乏详细资讯而变得困难 更有趣的是J35A的发展背后 还伴随着对中国潜在技术窃取指控的辩论 这一切都让这架战斗机的发布充满戏剧性 除了J35A珠海航空展上还将展示其他先进技术 这使得本次展会成为各国军事技术角力的舞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索中国空军即将揭幕的 新型隐形战斗机具35A 这一军事发展可能对全球军事平衡产生的深远影响 这篇分析将基于CNN的报道 深入探讨中国增强其空中力量的战略意图 及其对国际局势的潜在影响 在即将举行的珠海航空展上 中国空军将首次公开亮相其全新的隐形战斗机具35A 此举标志着中国在发展现代化武装力量方面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 J35A的亮相被广泛视为 中国力求与美国的隐形战斗机能力相匹敌的重要一环 也是中国在亚洲地区大力展示其军事力量的最新努力 根据中国军事媒体的报道 J35A主要用于空中作战 同时具备执行空对地攻击任务的能力 若这款战斗机成功投入使用 中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 全球第二个拥有两种类型隐形战斗机的国家 中国的第一种隐形战斗机具2已于2017年正式服役 旨在通过其隐形设计躲避雷达和其他监控系统的探测 从而在不被发现或被拦截的情况下执行任务 军事专家李立在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时指出 J35A可能会发展成一系列型号 甚至可能作为舰载机使用 这将极大提升中国海空作战的整体实力 J35A的首次亮相与分析师描述的中国增强其前沿战区指挥部的背景相吻合 这些指挥部最近增加了大量的G20战斗机 根据检视全球开源情报公司早些时候的报告 解放军空军在过去一年中接收了超过70架J20战斗机 使其作战机队规模扩大到约195架 尽管如此目前尚不清楚J35A何时会正式投入军事使用 也不明确其具体部署地点 关于J35A的详细信息仍然有限 这使得外界很难将其与其他隐形战斗机进行详细对比 例如美国的F22和F35 曾任职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的卡尔·舒斯特表示 J35A经过了十多年的研发 可能主要为解放军海军设计 J35早在2021年便完成了首次试飞 预计早期的原型机将于明年初准备好投入生产 他还推测J35A可能在原有设计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包括配备更强大的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中国隐形战斗机的发展历史 一直伴随着有关技术窃取的指责 北京方面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这些指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 当时德国明镜杂志发布了一批据称 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文件 这些文件暗示中国可能获取了美国隐形战斗机的关键技术 然而中国强调J35A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独立研发的产品 除了J35A战斗机 珠海航空展上还将首次展示更多新技术 包括H19D对空导弹系统和新的侦察打击无人机 中国空军装备部的牛文博上校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些新技术将在航空展上公开亮相 值得关注的是 俄罗斯的苏-57隐形战斗机也将首次参加此次展会 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设备将在今年的展会上亮相 在分析J35A的同时 必须考虑到这款飞机的推出可能对国际军事平衡造成的影响 首先 它反映了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快速进步 以及其在全球军事版图中的日益重要的角色 中国发展隐形战斗机的战略 显然与其希望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 增强军事影响力的目标相一致 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中国J35A的亮相可能会推动亚太地区 其他国家加强其军事能力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 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特别是在已经存在紧张局势的南海地区和台海现状中 而从技术和战术角度看 J35A的性能特点 隐形能力 作战半径 以及其作为舰载机的潜力 都将成为国际军事观察家的关注焦点 尽管目前有关这款战斗机的详细信息有限 但其设计理念和技术突破值得进一步关注 总而言之 J35A的推出是中国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种大步骤 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武器研发方面的进步 也显示出其作为全球军事强国的雄心 未来随着J35A逐步投入使用 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军事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我们将继续关注此事的最新发展 并为您提供最深入的解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节目 请继续关注我们带来的更多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J35隐形战斗机 J35隐形战斗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的新一代舰载隐形战斗机 旨在提升中国海军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 它由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研发 被世卫时间31的改进型 专门为航空母舰设计 J35A的发展标志着 中国在第五代战斗机技术方面的进一步提升 J35A的设计具备多种现代化航空技术特征 它采用了隐形技术设计 包括低雷达截面和现代化的航电系统 这些设计使其能够在高威胁环境中执行任务 飞机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空中作战能力 能够执行空中优势 拦截和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 关于J35A的发展背景 中国的航空母舰舰载机计划 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初 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推进 发展能执行多功能作战任务的隐形战斗机 成为国防战略的一环 J35A的出现是中国推进海军航空力量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 对于提升其海上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J35A最初是在2020年代初投入测试的 随后的测试和改进进一步完善了其性能 它的发展过程中吸取了现代战斗机设计的各种先进科技 并融入了中国自身的航空技术研发成果 具体数据方面 J35A的技术细节仍有相当部分未被公开 然而一些基本参数已经被外界推测和报道 该机的最大起飞重量、速度、作战半径和武器挂载能力等具体数字 通常被认为和其他世界领先的第五代战斗机相当 J35A的服役将填补中国海军在隐形舰载机方面的空白 显著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中国即将揭幕的新型隐形战斗机J35A 是其军事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中国军事战略雄心的体现 中国对于军事技术的投入和研发速度令人惊讶 与美国F22和F35的技术竞争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国际安全关注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是中国在全球军事舞台上寻求更大化语权的重要步骤 这一发展是否意味着军备竞赛的加剧 将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应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政策 J35A战斗机的设计不仅限于空中作战 还具备空对地攻击的能力 这使得它在多样化的战术环境中具有优势 中国可能成为继美国之后拥有两种隐形战斗机的国家 这一地位的提升无疑会引发邻国和全球大国的关注 这一趋势也表明 中国正逐步从传统的地面军事力量 转向更全面的空中和海上力量建设 这或将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 然后 我们不能忽视技术来源的争议 这将成为中美两国外交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即将在珠海航空展上展示的其他新技术 包括H-19的对空导弹系统和新的无人机技术 也反映出中国在军事多元化和自主创新方面的进步 这些新技术不仅展示了中国在军事装备上的自给自足 也显示出其对未来战争形势的前瞻性思考 然而 这些技术能否在实战中表现出色 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总之 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快速进展是其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而这一走向也必然会引起全球军事战略的重新调整和考量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